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建议车主把这两个也都换了 当时是今年3月份的事 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不着急换 转眼来到了2023年5月份 车主说干脆换了吧 那我们今天就来换一下 首先先把电池断掉 这是因为换的过程中势必要把brake拆掉 而toyota的hybridbrake几乎完全是由abs毛九控制 它非常敏感 有时候开关门都会触发abs 然后给刹车加压 这是维修时候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干脆把这个12伏电池断掉 以防万一 这里我就是把负极的cable断开 然后用纸包住以防不小心又碰到 我们先来换driversight 这一侧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我知道另一侧会非常难 我们先把能完成的完成了 这回拆的策略是把knuckle到strut的连接断掉 当然你也可以断掉下面lover control arm的ball joint 只不过我们上回刚换过strut 从上面拆会比较容易 不管怎么说 只要能把knuckle打开足够的空间 把cv axle退出来即可 像我们之前说的 这里把brake也拆下来了 这个brakepad rotor最近都换过 不需要再做什么service 我们先来尝试把这个cv axle nut拧松 因为可以看到整个车秀的非常厉害 如果这个松不下来的话 其他也就都不用做了 这个nut是一个30毫米的tour point 这个nut上也有一个小凹槽 我就不忘起撬了直接打 做了不少工整个nut都已经发烫了 这个cv axle都可以活动 没有嗅死在里面 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松strut我就简单溜过了 因为上期都有脚 因为这里knuckle要扒开一个比较大的角度 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把abs wire扯断 为了让break和abs line更松弛更有slack 我们把上面的bracket也松掉 好这样就不用太担心扯到这些线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把cv axle敲出来了 把这个线再调整一下 好终于从nuckle里出来了 下面就是用一个pray bar卡在cv axle和transmission之间把它撬出来 我这里车架的不够高 从下面比较难撬 侧后方有一点空间 我从这里试一试 把cv axle转个角度再试一试 这个有时候运气好呢一下就下来了 有时候运气不好怎么都下不来 我这里试了几分钟没什么效果 然后我又到车下面用锤子敲pray bar 希望这个冲击力能把它敲下来 当然pray bar还是卡在axel和transmission之间 我敲了几下结果把内侧的胶套给震下来了 但好在我看到cv axle已经有松动的迹象 跟transmission的间距变大 我们再从侧面敲几下 这里一定要用4磅的大锤敲才有效果 敲了几下间距已经变得很大 最后一撬就下来了 这里流出了不少transmission fluid 我下面用盆接着 这样好最后估算再往回补加多少 把axel seal周围撒撒干净就可以换新的axel了 这里多说一句 如果你同时需要换两个axel的话 最好先彻底完成更换一侧的cv axle 再去更换另外一侧 因为很多时候这种transaxel的设计 里面的spidergear还靠另一侧的cv axle卡住 如果你同时把两边的axel都取出来的话 里面的gear有可能产生位移 到时候再复位就非常困难了 这里我试图用手把axel推到底 但是不成功 还是换垂机的方法 这里要点一是尽量保持cv axle乘一直线 以减小对axel关节的伤害 二是不要用太大进桥 耐心的轻轻tap 这样一来也是减小对axel的伤害 二是防止cv axle末端的c clip 用力过大而变形 导致卡死在transmission里面 好敲到底以后 我们再把周围擦擦干净清理一下 最后来回转动一下cv axle 确保没有binding 安装正常 下面清理一下viewhub 这里面有很多绣和脏土 在Russbelt车要着重清理一下AVS sensor的地方 就是这里 因为经常会绣过多把这里堵住 最严重的是这个孔道里的锈膨胀 而把ABS sensor挤变形 我这里就是用brick clean喷一盆 然后用shelptow 轻轻擦掉就行 axel spline经过hub的这个地方 也清理一下 检查一下viewbearing 虽然外面看着锈的很厉害 但实际转起来还行 再在接触面喷一点fluid film防锈 这里多说两句 每次我在视频里做这些额外的润滑防锈工作 总会有人评论说 哎你这样做不对不好不能瞎喷这些 我只能说good for you 继续享受你没有锈的维修体验吧 至于好坏什么呢我不想多争论 我这里的最高优先级是如何处理锈 我这里稍微用impact上紧一点 最后再tork down 往回连strut的过程就不多废话了 上期都有介绍 这个exo nut torque spec是214fp 这里需要用一个prybar卡住wheelhub 但是因为需要力量太大 你很难一只手扶prybar一只手tork 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把prybar卡在地上 这样就解放了双手 注意这里不需要再ride height torque 因为exo并不承受suspension的tension 由于受wheelbearing的制约 exo只有跟nark垂直方向的自由度 往回装break的过程这里也不废话了 最后在exo nut上倒一个槽把它lock住 passenger side cv exo非常难 是我修车最挫败的一次 不过在讲之前呢 有必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对于前驱横置引擎的车呢 那么transmission也会在一侧 而不是在正中间 这样就导致靠近transmission的cv exo会更短 比如这里左侧的 那么相对右侧的就会更长 这样就会导致有可能产生tork steer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那么解决的方法是加一个intermediate shaft 也就是途中用红线圈住的部分 这样使左右真正cv exo的部分尽量长度一样 角度也一致 以此来避免tork steer 那么很多车换长的一侧的cv exo 实际上就是把cv exo从intermediate shaft上拆下来 这种两片式的设计 在我第43期换奔驰E500的过程中有介绍 而另外一些车 比如今天这辆是采用一片式的设计 这个类似intermediate shaft的部分是不能分离的 而它与cv exo相连的部分有一个bearing作为支撑 而这个carrier bearing是嵌在这个bearing bracket里 固定在引擎上 从而把整个cv exo固定住 正常的话只要把这个snap ring和locking bolt松开即可 那么在我们这个russ belt就没那么简单了 之前的准备过程跟driver side的一样就不多废话了 但把cv exo从dark里敲出来这步就已经变难了 我用四磅的大锤敲了半天也敲不下来 直接上air hammer air hammer或者air chisel 是少数几个还没有被电动工具取代的neumatic tool 而且如果你很serious修车的话是绕不开air tool的 可以看到cv exo推出来的部分已经锈机斑斑 彻底锈死在dark里了 可以看到这个exo spline的部分也都是锈 接下来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要把exo从这个bearing bracket里解放出来 就是exo后面这一大拓锈机斑斑的东西 事先我已经涂了很多penny trading oil 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车前部正下方往右看 首先来换我手指的这个snap ring 它是防止cv exo拖出的 我先用一个45度角的long needle nose player试一下 这个long player本来应该有很大的力矩 但是我还是架不动 这个snap ring已经锈在卡槽上面了 我们得换个方法 我换一个flat head screwdriver来回敲一敲 争取能把它敲到在卡槽里有一定的位移 这样就说明break rust bound了 我又敲了一分钟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大概有一两毫米的移动 现在就换一个大的更有力的channel lock来夹 终于有比较明显的松动了 但是还不够 我们需要有一个向外的侧向的力 把它从卡槽里面挑出来 我这里用一个小的screwdriver 从松动的缝隙里面卡进去 这里空间小 snap ring的tension又很大又有秀 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 要有耐心一点点来 ok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最终我可能试了有十几分钟 终于下来了 接下来松这个locking bot 它是用来卡住这个carrier bearing的outer bearing race 这样bearing只绕着inner race 也就是这个CVexo的轴来转 而不是连同outer race整个在bracket里面转 这里说的比较抽象 我们拿这个新轴示范一下 我的手就相当于locking bot和bearing bracket 可以看到outer race被卡住相对静止不动 而inner bearing和轴在同步一起转动 而这个snap ring只是在轴向上防止整个exo拖出 松这个locking bot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这一侧CVexo在transmission里并没有snap ring卡着 现在唯一阻止这个CVexo拖出的就是 这个bearing outer race和bearing bracket之间的绣 它们之间本身是一个tight fit 但又不是非常tight 这样时间长了里面的缝隙进水就会绣在一起 在我们Russ Bell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这也是我非常不喜欢丰田设计的一个地方 我先试最简单最传统的方法 用pri bar来敲GCVexo 敲了半天纹丝不动我再试试敲bearing 这里看着好像敲的转动了 但实际上只是把dust cover给敲破了 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敲动的outer race还是一直不动 再来试试翘的方法行不行 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看来传统的方法是毫无机会了 下面我试一下slide hammer的方法 先把这个adapter卡在CVexo和bearing之间 然后再把slide hammer拧上去 这里空间非常狭小非常难拧 我试了很多次 总之就是很难找到角度对准这个slide 但如果你先把slide hammer拧上去 后把adapter卡在exo后面 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操作 经过无数次尝试和骂娘还是上上去了 但问题又来了 可以看到空间太小了 无法挥动hammer 主要的障碍就是这个strut 然后我就把strut也拆了 即便这样也还是非常awkward 最大的问题还是使不出全力 而且没slide两下 这个adapter就会被震松 吃不上劲 后面我又试了10分钟 感觉即使我能用出全力 对于这个锈的程度 这个方法也不合适 那么还是记出air hammer 用这个adapter作为支点敲机 我这样敲了几分钟还是纹丝不动 后面我就比较frustrated了 大概敲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录像 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来 我已经不用adapter了 直接敲cv axle 也直接敲了bearing 可以看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都无济于事 现在我做的呢 就是尝试把这个bearing bracket拆下来 理论上把它拆下来 就可以连同cv axle一起拿走 之后再看怎么处理 比如上press 或者干脆把bracket一起换掉 这个方法可能对toyota的其他v6有效 但对这个hybrid engine则有所不同 因为它这个bracket设计不一样 非常 bulky 可以看到我先松动了一个固定的bot 上面这一个也没有问题 下面另外一侧还有一个 虽然空间比较小 但是最终也松动了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bot没有办法完全退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bot head 被cv axle最粗壮的部分卡住了 而且空间非常小 我把轴锯断的机会也没有 退一步讲 即使我能把轴锯断 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这里还有第四个bot 把bearing bracket和engine bracket固定在一起 要拆这个又要拆一大堆东西 所以综上拆bearing bracket的方法也不可行 之后我就把bot都上回去了 下面我们用火弓 用火烧呢 是raspelt修车的终极方法 再顽固的锈最终都抵不过高温 最好是能用养学院acetylene gas来烧 但我只有map gas 对付一般的锈应该足够 我烧了大概有一分多钟 把bearing里面的油脂都烧着了 然后接下来趁热用air hammer或者air chisel来打 我这样打一打 打到compressor需要重新充气的时候就再烧 而且每次烧的时间越来越长 最后一次要烧到两三分钟 然后就再打 而且过程中我还不断转动cv axle打击不同的位置 而且我也打了bearing本身 这个dust shield已经完全打掉了 总之我就不断这样的烧了打打了烧 说一下这个车整个修理的timeline吧 我是周六上午把driver side cv axle换好 把passenger side做了prep work 然后周六下午试了之前的所有方法 周六上午这样稍稍打打了一上午 最后把我剩的半瓶map gas都烧光了 但遗憾最终还是没有敲出来 我个人也感觉非常defeated 非常挫败 不是我方法不对 而是我确实没有做过好的工具 到专业的shop里也是这样做 但他们有氧穴 有更大的compressor 有更强的air hammer 我这里实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最后我举了白旗 把passenger side的所有东西又都装了回去 这个bearing虽然已经破坏成这样 但实际上还能转 但是嘎嘎作响 不过足以开上拖车 我也联系了车主说明了情况 让他联系拖车和到相应的修车店 DRI还是要证视自己的局限性 那么第二天周一的时候 这个车就被拖走了 最后结果如何呢 我们放在最后再说 折腾了半天 不仅没拆下来 我也筋疲力尽 我这个air chisel的头都给打顿了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我打了多久 用了多大的力 但是这个还是下不来 之后周日下午 我还service了rear brake 但是也没有精力和心情拍了 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秀的有多厉害 我感觉手只要一使劲就可以把它捏穿了 这个caliper是我已经除过一遍秀了 这个body mount看着已经快秀穿了 非常危险 另一侧也好不到哪去 这里我还没处秀 不过好在这一侧的body mount没有秀掉 除了对caliper除秀 我还对caliper bracket也做了除秀 再秀下去slide pin就会秀死在上面 除了除秀我还换了刹车液 不过这里没有拍到 但是这里要多说两句 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车的刹车完全由abs控制 刹车踏板只是一个电子踏板 把信号传递给abs 最后由abs里的液压泵来刹车 这样就没办法用传统的踩脚踏板的方法 来bleed break fluid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更高级的scan tool 用里面的abs bleed这个function 不过当时我实在没心情拍摄 以后有机会再讲 涂润滑硅脂的时候 一定要在slide pin的口上涂一点 这里最容易秀 好 最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cv-exo怎么样了 这是修车铺发来的视频 他们用氧气烟烧了10分钟 把整个bracket都烧红了 最后用大号air chisel终于敲出来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虽然不是很成功 全给大家娱乐消遣吧 感谢观看maxfixit 我们下期再见